另外PC大厂宏基董事长陈俊胜对半导体业就提出了担忧 认为随着全球经济环境变化 最上游半导体设备商还在吃吃喝喝也皮皮的 以台湾大约20座再建12寸晶圆厂的建造成本来看 如果未来产能利用率拉不上来 这非常危险会动摇国本 台积电建厂计划如火如荼进行中 2022年在台湾要盖竹科宝山晶圆20厂 高熊晶圆22厂南科晶圆18厂 其实台湾正掀起一波半导体投资热潮 共计有20座的半导体工厂准备或兴建中 投资金额达到3.5兆台币 不过宏基董事长陈俊胜却敲响台湾半导体警钟 因为台湾12寸晶圆 目前产业状况已经呈现下冷中温上热 如果扩建脚步不停歇 20座建置成本高达2.4兆元 一旦使用率跟不上来 恐怕将会动摇国本 在需求段的一个影响是比较大的 那特别是包括了全球经济 那么现在面临到包括了恶物战争的一个情势 在整个全球通膨的一个升温 那么这些都使得全球的一个经济 那么面临到下修的一个局面 当然年代也牵动到 那么半导体重要的中端的应用市场 陈俊胜认为目前市场已经回到疫情前状况 但库存量对科技业来说算是一大变数 宏基在1月当时整个供应链都还在缺料时 就已经进行库存管控 只是下游向上反应 但上游供应商因为有长约榜身 所以还在嘻嘻哈哈 目前整个半导体业 它其实是呈现比较景气分歧 那么以及在业者经营的状况 也会比较分化的一个态势 所以部分的一个业者其实在阶单上 相对于去年的一个高成长 也确实面临到比较大的一些压力 根据市调机构调查 PC第二季出货预估将下滑15% 全年衰退8% 下游现在正在卖力卖库存 还没有多余力气买工艺商的东西 若是再这样下去 陈俊胜说这火车恐怕就要撞墙了 东森台新闻 吴博玲 皓宇台北报导